平均凝神抓准实际出手 射击好手李孟远过去练习展现实力 今年巴黎奥运跟一举拿下同牌好成绩 也是台湾射击队史上首面奖牌 而他的训练娘家就在这里 宜兰四方林靶场三面环山 幅园辽阔位于大铜桑寒西村 占地约三公顷 宜兰县府1992年筹划区运会就设置靶场 是许多选手的练习场地 没想到面临关闭危机 宜兰县府2021年向国产署申请拨用土地 委外周游宜兰县涉及推广协会经营 却被人检举周标作业涉嫌图利 厂区建物不合规定 行事不起诉但民事判决拆屋管地 我所知道的地方觉得 现在不应该租给我们 是因为他自己管理跟他协商说 那是不是主管以外是国产署的话 那是他就直接就是租给我们 巴厂已经经营30多年 设计推广协会也透露和县府合约还没走完 对现在土地6月已经收归国有 他们尝试也公益性质培育国手等方式 和县府及国产署有转还空间 我们会协助设计协会这边 来持续跟国产署来做一个借用的这样一个程序 希望这个地方可以继续维持 需要作为培训设计选手的需要的话 我们会配合以租租出租或者是回收进行方式来提供 拔场使用 中央地方各退一步替拔场赏检方 毕竟好不容易有射击好手在国际展露头角 能继续由场地培育优秀国手更重要 美新闻黄富业亦来报道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民事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